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城市節目現場 預祝大家佳節愉快 接下來馬上三天 端午節的一個假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到劉老師公開送給大家的端午節禮物 今天大盤是震盪的 劉老師送給你的每一檔端午節禮物 全線噴出 最指標現的個股 3474的話可創下歷史新高 它絕對會是這個盤面上面 端午節之後全線來講 你必須去觀照到的一個重點 因為揭示出了接下來端午節之後的一個投資主軸 那還空手的投資朋友 我會希望說這個禮拜三天的一個假期 好好的去度過一個端午假節 難得一年裡面的三大節 那關於這個大盤爆出了1352億元的一個大量潮 集團播你不要花太多的心思在這裡 因為盤的確會震盪 但是我認為禮拜二禮拜三回來一個小幅度的震盪 這個盤市格局趨勢性的多方是沒有改變的 首先今天價錢指數創下了整個波段以來的最高價 在9139點 所以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這個高頂未來都還是會回來 但是端午變盤已經非常明顯在盤市格局當中發生了 變是唯一的不變 那你要跟著盤市格局去變 好不好 那利用這個震盪下壓 想辦法把你的資金集中到 下一波有機會全線噴出的一個主軸 好 那我認為端午節就好好的陪陪家人 時間留給家人 專業就交給我們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集團劉老師公開送給大家的端午節禮物 今天就是盤面上面詮釋的一個焦點 如果您還空手的投資朋友 劉老師說 像昨天 會員朋友還送了很多的粽子來 今天中午我們全公司一起在吃粽子 那真的很謝謝大家 劉老師真的一個人 沒有那麼多家人可以消化這些粽子 那我還是會秉持的過去為大家在公開節目當中 很努力的 繼續在端午節之後 一樣維持這樣的一個水準 你過去在劉老師公開節目當中講到的這幾檔端午節禮物 劉老師是掉了一百跟一千根頭髮把你換過來的啦 那我真的不希望你把它浪費掉好不好 真的會有主生中的股票 不要只賺一兩根漲零板 該咬住波段像華爾哥 月線創下的歷史最大量 這最高價已經出現了 這真的是確認了兩年 這一兩年產業低潤的景氣才剛剛開始 急漲一兩個月 那關於低潤 關於華爾哥未來後續趨勢怎麼樣看 我等一下也會跟大家報告 可是同志朋友 劉老師認為是說 時間真的好好的留給家人 專業的部分 真正您想要在股票有套牢的 接下來還不曉得怎麼樣佈局的 那年底有七合一大選 鄭民中主委告訴我們說 有一半 這個一億到五億元的大戶已經回來六千戶了 如果說一萬戶裡面已經回來一半了 再來五億元以上大戶也回來一半了 那這一批大戶回來他看的 他琢磨的面向是什麼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他是想要去佈局 接下來無論盤勢格局有什麼樣的變化 政策面上面在七合一大選 一定會在盤面上面一批一批的 可能還有兩三批政策相關的概念股 會是這盤勢格局在九千年以上攻堅的要角 大戶一定是看到這些 然後我們要領先市場 領先外資把這些股票把它找到 那你就有機會再找到 梁老師說 今年如果華爾科按照我們規劃 從25塊錢這邊等浮相對的政策量 你如果看到50塊 這是繼今年劉老師幫他挑出自貫之後 第二檔 又是一檔股票再賺一倍了 只要產業抓對了 今年你要如同劉老師的測標告訴大家 產業抓對了 就包中了好不好 節目現場預祝大家 家學愉快 希望所有投資朋友 投資順利 一定要賺大錢好不好 好 那這個盤勢格局 劉老師還是會跟大家強調是說 我們跟大家講到的五大理由 到今天為止沒有任何一點 那這個條件結束 我還是跟大家強調這一波的盤勢格局 920絕對不會是這個不斷的高點 剛好利用下個禮拜的一個震盪 尤其這已經壓縮了四個禮拜 壓縮多久 就會漲多久的一個時間 好 那你一定要趁著下個禮拜 二 禮拜三 震盪下壓的時間 趕快把接下來組成的股票 把它買起來 不過今天盤勢的格局 也如同劉老師跟他預告 其實變是唯一的不變 如果端午節要變盤轉折 好 同志朋友你要開始去注意 今天台積電重挫的這根長黑 今天宏達電的這根重挫的長黑 已經確認跌破了多頭上升趨勢線 確認收破了 好 那確認這一波從120塊錢漲到180塊錢 這五成這一波漲勢已經確認結束了 好 你要先守 好 未來才有攻擊的機會 那如何攻守兼備呢 好 廖師說我已經幫他跳出一檔 全心一檔 有機會從這個地方布局 我們還是看好五成以上實力的當股 你先避開宏達電如果確認了一個收破 那漲了13個禮拜 一跌可能至少跌個五個禮拜到八個禮拜 空間跟測距 這個幅度都會你沒有辦法掌握 好 那所以資星要有效變盤的 像昨天反彈到這個335的整理平台高點 請你出 收盤其實在昨天已經變成墓碑線了 昨天已經是一個波段反轉的空訓了 好 現在比較麻煩下殺就是五浪 好 往下的方向就是走結構五浪 好 橫盤的時間 轉多的一個時間就是走335的平台 它都暗示你說真正主要趨勢性的方向 宏達電你可能不能 我們已經把資金抽出來到十分之一以下了 好 其實你要買到最低一根K線 你要出到最高一根K線都不會很困難 重點是你要找到自己的獲利方程式 好 那怎麼時間怎麼樣公手兼備 醞釀下一波再賺638塊錢的機會 那當然要先避開這個下跌的一個波段 好不好 所以劉老師幫他挑出來 一場全新公手兼備的股票 還有機會再複製前一波再賺5成 等到未來落底我們再幫你重返榮耀 那宏達電操作難度會越來越高 好 從122塊以來 好 劉老師曾經告訴大家有兩種波形的規劃 這個我都在122塊錢帶大家操作的時候 就公開跟大家預告的 好 那 聽劉老師陳肯跟大家報告一句話 那我也有尊重趨勢的盤4格局 你宏達電要賺回來機會是最大的 好 但是 這一波端5向上編盤的主軸 同志朋友今天大盤可以僅僅小跌33點 這是金融期收出這兩個禮拜以來 波段最高收盤價來到1,021大點了 好 這是扎扎實實 一個保證金變成三個保證金 已經賺了兩個保證金囉 下個禮拜趨勢性你要去佈局的方向 已經非常明顯 好今天金融國放出主升段最大攻擊量能潮 收盤價來到一個波段新高 現階段這個方向的佈局是一個風險跟獲利 還是一個最佳化位置 下個禮拜回來你還是要從這邊做佈局 好不好 所以廖老師剛跟大家提示到的幾個面向 因為這一波盤4格局 我們講的9220非高點 那整個三角形側邊壓縮的一個形態 好 這才是起漲的第一個禮拜而已 好 記不記得廖老師跟大家報告到 大盤在520全市場告訴你說 這裡有520魔咒 好盤4格局結束了 好廖老師提醒大家震盪一下 這盤4格局已經爆出低檔承接次貨盤 5月21號的時刻點 五大理由9220非高點 而且三角形壓縮型態 你要趁著類似像 今天加權指數收益33點 下個禮拜找盤位置的時刻點 利多還沒有實現 用利空壓回的機會佈局未來的主升段 好不好 好 類似金融這個馬訊 970這個馬訊 三角形側邊壓縮會向上噴出 好 那壓低下來 類似像5月22號 確定站穩了一高轉兩高的片線 嘎空騎漲了 確定咬住了低檔區轉到空單 那這一波盤4格局就是嘎空噴出一波到頂 好 那既然我們當初所說的任何一個去看待這個盤4格局 9220要過 台子期貨金融期貨選擇權 你都是要積極進場布局做多 到今天為止 金融期它創下整個不斷新高 台子期貨我們前幾天已經短線先獲利了結一趟 那不論台子金融或者是期貨的部分 下個禮拜 這個很可能是最後一波去切入一個位置的 好不好 所以劉老師說 我們會秉持著過去幫助大家去挑到這些股票的一個主軸 好 那等待端午節之後我們還是會扣大布局 方向還是做多 好不好 重點是會向下變盤的股票投資朋友 你可能不能夠再去堅持的 你要再去買會向上變盤的轉折股票 通常如果節氣確認變盤轉折往下主結段的股票 會跌很久 好 那相反的從這裡 確立街幫演書向上變盤的股票 它也會是單張 從東午節之後一直延續到中秋節 好 會漲的股票都是這一批的股票 好不好 好 所以還不曉得怎麼樣布局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 好 好 既去年幫大家 好 類似像成星 錦豪科 大力光 國塑 這是扎扎實實的從頭到尾追蹤到一倍以上的股票 好 今年年初的志冠 到現在為止 我們非常明確的告訴大家說華雅科這個波段 還在半三腰為止 其實方法對了 好 欠缺的就是要有行動的一個動作 好不好 好 單單看著我們的一個股票 你有一些想法 但是不會變成財富 想法要化成行動 如果你看到了D-RAN一個族群經營的長勢 好 也許你有很多像我們公司 我真實的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我們公司的工程師 好 那兩個月之前他說 因為我們公司所有的電腦都是他負責組裝 然後他自己也很喜歡組電腦 兩個月之前我記得跟他聊到說 他覺得這一波怎麼D-RAN的漲價漲那麼兇 在組電腦 又多漲了幾百塊 漲了兩三成 好 那個時間點我們也還沒揭露華雅科跟華雅科 可是投資朋友 如果你有這樣一點點很基礎的想法 好 那 你如果看到D-RAN 價格一直在漲 價格下不來啊 好 那你看到了D-RAN在漲價 你想想看 旁邊上面如果有 什麼樣股票跟D-RAN的漲價連動在一起咧 華雅科跟黃邦電嘛 好 把想法化為行動 真正按照把產業趨勢抓出來 今天你的一百萬的資金 已經額外賺進六十七萬了 好 那怎麼樣把想法弱勢成財富 其實我認為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是沒有找到您自己的獲利方程式 好不好 您是沒有找到您自己的獲利方程式 所以 關於盤勢格局 會發生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 會有變盤轉折 那其實做好準備 您今天就是市場裡面獲利的贏家 好不好 現在回來 劉老師跟大家報告到三大主流租群 下個禮拜回來 或是端午節之後 你想要賺錢 你想要替自己加薪 還在猶豫說 不曉得退休基金怎麼樣籌備 你想要替自己的小朋友準備教育基金 套老的股票 不曉得怎麼樣做一個換股轉換動作 投資朋友 劉老師認為 您這些疑慮跟憂慮都不要花太多的時間 因為 我認為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做不出這個交易的動作 就像劉老師講了宏達電講了三個禮拜 你這邊要把股票賣出去 你做這個動作 你是做不出來的啦 你把資金先放在華爾克華爾邦店 不是非常好 你把資金放在金融股 新中概 以及劉老師所說的記憶體 你的資金不是今天運用非常有效率 劉老師跟你預告向下變盤轉折的股票 向下變盤轉折了 可是跟你預告向上噴出的股票 等一下我們來講幾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叫統一超 這一檔股票叫中壽 這一檔股票叫做玉山金 那這些股票到底怎麼樣看 為什麼 今天盤勢格局 當大盤向下震盪的時候 劉老師只講到這幾檔股票 大盤出現一個明顯的震盪 劉老師送給你的端午節禮物 每一檔個股今天都向上噴出咧 好 秘訣到底在哪裡 休息兩分鐘之後 劉老師繼續幫我解析 別靠富爸爸 買房靠自己 買房要靠捷運站 要靠威秀商圈 要靠商業核心 要靠休閒水安 輕鬆房價要靠海洋都心 26258880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匯咨詢專線 02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匯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富額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的打鼓也是 擔有 好啦 我們現場 那其實 投資朋友其實 如果真的產業抓對了 接下來 兩三個年度裡面 如果這個產業的營收循環 是很明顯向上波動的 那你不必這個擔心 國際股市的資金 漫落如何變化 大盤就算是震盪 就算這個盤式格局 進入一個短空格局 再怎麼樣差了盤式格局 一定會有一兩成 但是在盤中 多頭火種要角的這些股票 好 我指的就是說 接下來在端午節之後 還有機會 進入主持動的股票 好 那你把資金集中到這裡 那它還是能夠讓你去安全的 渡過這盤式格局 震盪的主軸 更何況這盤 好 廖師認為 機會好不容易 等到這一兩天 一個震盪下壓 好 昨天跟前天 就已經跟大家預告 這盤式格局 NAC壓的一個調整 或有一個短波的 向壓震盪 好 那所以 其實這個 只要領先市場做個規劃 都可以趨吉避凶 你把資金集中在 接下來全新主軸 好 那現階段 只要是我所有的會員朋友 新的會員朋友 我一定會想辦法幫你跳出一檔 好 漲勢有機會幅度最強的一檔金融股 好 當然會希望說 它有漲五成一倍以上的實力 好 那一檔網路股 一檔記憶體的股票 你已經錯過華亞科的 華亞科這麼大 一檔五百億元股本股票 它會從上游 華亞科在中游 下游 上游有它相關的IC設計 下游有相關的一個模組的一個廠商 一檔股票動了 不會只是華亞科本身 成為盤面上面的亮點而已 整個族群的效應 都還會在接下來 一兩個季度的擴散 好 那不要等到了 接下來兩三個季度之後 你才去追這個產業的一個高點 好吧 趁著利空如果有震盪下來 你應該就要趕快提前 考驗金場佈局 不過如果你可以在 這個是其實我們 廖老師在四月初送給大家母親節的禮物 那當然以宏達電為首 那廖老師也告訴大家 禮物要獲利了結才是真正的禮物啊 你要放到口袋裡面才是真正禮物啊 宏達電噴出了五根漲平 你不賣 現在只剩下三根漲平而價差 好 那所以股票還是要有買有賣好不好 那廖老師會這樣跟他報告 好 這檔股票叫統一超 其實它算是一檔 以往來講是中概當中非常指標性的一個股票 可是更重要 我為什麼把它取名叫新中概 所以主要是現階段來講 統一超很積極的進行切入了兩岸的網購 好 那甚至於在五月中旬的時候 那財報也繳出一個非常亮麗的一個要角 好 那在五月九號前後 梁老師公開送給大家 我不是送給大家母親節禮物 好 母親節禮物你當然要在四月初就進場佈局啊 你現在要去領 你現在要跟梁老師領中秋節禮物 好 一定是下個禮拜就開始進場佈局 然後等著中秋節收割啊 好 當時五月上行 所有人在跟你講母親節禮物 今天是不是都是全線重挫 雲城今天跌停板 你過去一個月期間佈局 你哪一個人今天雲城是賺錢的 好 所以一定是提前市場一個月兩個月 佈局到下一波的主軸 好不好 就像當初 我們趁著利空的時間點跟他報告 好的 這邊你要開始去佈局全新的網路股了 這張股票叫做統一超 你股價還可以買在210幾塊220幾塊出頭耶 是不是從好好的從財報分析 你覺得可以跳到統一超 今天噴出到250塊 撞下整個波段新高 我有沒有公開送給大家一張端午節禮物 你有來跟劉老師領端午節禮物嗎 好 如果你看到華雅科華邦店噴出了 上游的股票噴出了 下游的模組廠商會不會噴出 8號5月9號提醒你說佩息殖利率將近10%的平安 佩息殖利率將近10%的宇瞻也會跟著向上噴出 同志朋友這張股票叫平安 好 這張股票叫宇瞻 你有沒有跟著劉老師領到今天噴出創波段新高 掌停版的端午節禮物 那媒體告訴你什麼 好充 從 劉老師跟大家講的 這是3474的華雅科 其實從4月下旬 來這個位置點做一個向上噴出的動作 4月下旬的時候全市場在熱潮是什麼 蘋果概念股啊 這是3008的大力光沒有漲啊 好 劉老師反而提醒你 NWWDC可能是出貨盤的一個起始的位置啊 好 這是華雅科的 華雅科噴出的部分 來這個是2474的可乘 財報最好的台積電為什麼不漲 劉老師卻看著台積電的財報告訴你說 真正的半導體的營收會向上走高的 你應該看著這一批股票去挑到 華爾克華邦店的向上噴出勒 好 認真的做財報分析 你應該可以挑到這些股票的啊 好 這是中壽經營已經創造短波段的新高 那驗證了我們昨天跟他報告 3-3的時間不來了 好 那這個才等於 1006金融 金融期的那個頂限位置點 那空間跟幅度都會非常大 3-3確認了 今天創出主身段最大量人潮 還沒有基本持股 你可能要積極動作快一點了 現在要想辦法去找到下一波 什麼樣的理念提倡股票 才有機會去做一個大漲的動作 金融庫由廖老師幫他挑 公開送給大家的 玉山金今天噴出創下整個不斷新高 如果你肯用百萬元進場佈局 同志朋友你已經快賺14萬耶 玉山金你想要買幾千萬都沒問題 好 那是華雅科 5月27號震盪一下 全市場又翻空了 廖老師卻告訴你說 我們當初在27塊錢買 就是看到6年的產業結構整併完成 這一波Drain絕對會好過面板 好這個W底星整個對稱幅度相測量 空間跟時間波才是整個六年大底起漲的前兩個月 好不是前幾天是赤利空消息嗎 好昨天噴出了漲停板 機會來了要緊緊抓牢 今天又說Drain缺貨到年底 我說產業抓對了要賺一倍 其實相對來講就容易得多了喔 同志朋友 這兩股票是劉老師 我在中旬左右公開送給大家判告稿 送給大家的華爾科 好今天噴出了九根漲停創下歷史新高了 27元以上布局你今天應該扎扎實實 百萬你要賺67萬元了 好月成交量竟然再創歷史新高 祖生段還在辦三腰喔 那華爾科一檔股票漲 絕對不是華爾科自己漲 好不好 好產業趨勢抓對了 好 夜旦節 元宵節端午節 中秋節都會很快樂 那重點是 要在利空的時候 沒有人在看好阿拉格的時候 第一檔局重壓進場佈局 好不好 這兩股票漲師真的跟大家報告了非常久 非常久的一個時間 那我希望是說 上中下游會帶出 1.8倍的主持人當快捷量很早 還會帶出一些股票來 從4月17號 第一筆資金加碼 27塊錢以下 28塊錢再買到第二筆 到今天創破案新高 跟著我們複製在當初 這些類股支出群起漲的時刻點 第一時間做一個切入的動作 好 那節目現場 預祝大家 佳節愉快 那跟大家報告是說 我們所有的端午節 專案 那就在這個週末 好 就在這個假期就要結案 好 假期結束之後 我們的會費會有另外一波的調漲 真的不想錯過機會的投資朋友 你還在等待機會的投資朋友 機會來了 你可以直接搶選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這下投資順利 我們下週再見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各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夠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冷氣外洩全非福建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務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得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投顧 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顧得投顧 平均的傳播總在無意間 下班後享受幸福時光的同時 別讓平均無意間 也危害自己最親愛的家人 請木工 用肥皂 請洗手 用肥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